今天任何培训会 你所真正学习到的 有可能 他不是在台上的人讲的话 所以保持通脑100%的开通 你将会得到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这个行业 你到底了解多少 有多少百分比 是在依赖别人的 要是你真的 能够全部都撑起来 那我恭喜你 你不可能在立位失败了 对不对 在哪一个你需要做决定的时候 那一刻你做一个好人 那一个来断定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每一个时刻你要自行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你要了解自己本身 你要知道自己缺乏的东西什么 直视那个问题 告诉自己本身 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我要成为更好的一个人 站在这边十多个小时 看着你们这样坐在这边听 其实我心有点痛 到底要多支持 多爱戴这家公司 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需要感谢你们 真的很感恩你们 谢谢 如何建立组织 想不想知道如何 想不想知道要如何建立组织 这就是我们来这边的目的 其实 这其实就是真正的这个行业的精髓 如何建立组织 不过我们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 要怎么建立组织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不断的推荐人 同意吗 你只要一直不断的推荐人 推荐人 推荐人 你不要停下来 你一直推荐人 推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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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人看到你的推荐人 他们也推荐人 久而久之 你就会有组织了 是不是啊 那么重点就来了 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来了 我时常都讲一句话 直消最大的问题 不是没有人 而是有人 是吧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 你觉得是 你觉得是 这个问题是来自于老虎吗 狮子 大象 来自于谁 就来自于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人 所以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 而是人太多 越多人 就有越大的问题 来天我就看到一句话 形容直消这个行业 形容直消这个组织 来让你们看一看 看你们有什么看法 等一下等一下 对不对 刚才还有一句 为什么 为什么人有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思想不一样 这个是最大的关键 思想 那思想来自什么 来自于背景 学历 能力 观念 经历 这些都很重要 全部不一样 而要这群人聚在一起 他就会产生很多的 矛盾和冲突 很多时候 职销赚不到钱 并不是离开职销的最大的原因 很多时候 赚钱 他想要离开更快 是不是 拿了钱赶快走 一秒钟都不想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人 因为某些人 因为某一个人的一句话 因为某一个人的决定 因为某一个人做鸟事 就是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都经历过 我在这个行业25年 我在做人的行业25年 真的不敢这样讲 不敢说 哇 很多都经历过了 我不敢这样说 因为每一次说 还有来一个大的 我现在不敢说了 我现在发现到 我什么鬼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真是真的 原来我还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这么多 原来我还要经历的东西 还有这么多 更何况是这个房间里面的人 好了 刚才回来那一句话 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这样的 对职销的 我们讲到看法的一句话 职销组织 他说什么是职销 一群利欲熏星的 乌合之众 假惺惺的在一起 热情合作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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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过后 我直接笑 我直接笑 真的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先 直视这个问题 而不是第一个反应说 哪里有 我们才不是 没有不可以 我们直视这个问题 一样一样来解决 如果你不要人家这样来看你 你不要人家这样来看你 立威 那么我们就要直视这个问题 一样一样来解决 我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团队 我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组织 才不会给人家挂上这样的评价 是不是 立欲 立欲熏星 立欲熏星 你应该没有遇过立威的作风 是吧 立欲熏星 你要参与你才知道 是不是 假星星 除了 什么是乌合之重 我发现到乌合之重 是这样的解释 只无组织 无纪律的一群人 一群乌鸦聚在一起的一般人 除了跟乌鸦的颜色差不多以外 我不觉得我们的组织 是没纪律的 是不是 没纪律会坐在这里听课听到现在 没纪律会千里天下坐飞机来这边上课 没组织 我随便都可以讲十个大组织 有名字的 所以除了乌鸦的颜色以外 我们其实 不过确实是讲 我以前加入职销的时候 看别人 或者说我们还没加入职销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给职销的评价 是吧 我们加入职销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以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讲我们 不可以这样不公平 因为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看人 只是说 我们可以一笑直直 听了 不是就算了 是不是 如果我们不是很好 如果是 有一丁点的事 我们就要更用心地去带我们的主持 是不是 好了 只想有一句话 他这样讲 让人头的数量越多 赚得越多 同意吗 同意吗 有人 你不能讲到我 根本就是这样嘛 你组织人头越多 是不是越赚钱 就是真的嘛 他的意思是说 你的组织人越多越赚钱 是不是 只是他放一些 比较负面的名词下去 比如说 拉人头 他把人 不当是人 他把人当作是 一粒一粒的东西 是吧 在纸上画嘛 你拉这个来 拉这个来 拉这个来 拉多一点人 然后你就会赚很多钱 是不是 在纸上看是这样 不实际上是这样吗 实际上你真的可以 把人头拉进来吗 难道你要砍人家的头吗 你看 他只是讲法 不过实际上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不过他讲的是 负面的那一面 比如说 为什么只剩半杯水 还有半杯水 是不是一样的半杯水 是一样的半杯水 不过两个意思 是完全不一样 一个珍惜还有半杯水 一个闲子有半杯水 你看差别多大 它是百分之一百的差别 是不是 不是 一百八十度的不一样 就好像 你一放拉人头 对啦 意思是这样 好像半杯水这样 对 你对 不过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人会奔到这样给你拉吗 而且只是拉头而已 到底是大头还是小头 我是OK 我是为你们打包不平 可以 自己都不爽 好了 其实真正的做法 是应该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 是帮助的人越多 你赚的钱越多 对不对 它实际上 到我们运作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到 这个才是对的 不过还是要人多 才赚钱多 是不是 不过我们就会硬生生说 他们只是凭拉人而已 就是骗越多人 赚越多人 哪里有这么多人给你骗 对不对 没有的 他能够经历了一段时间过后 还没有事情 还会越来越大的话 证明他不是 是不是 只要用时间来证明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一个 如果你的想法是上面那个 它只不过是暂时性的 你要永久性的 你要时间可以证明的 你需要 很对的心态来看待阻止 因为人之间一接触 久了 还能够继续地合作下去 它里面有很多的心 它里面需要呈现很多的情 很多的心 它才可以一段时间 单单力是不够的 单单力是不够的 那么好了 通常我都会讲这样的故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比如说这边有十片竹片 竹片 这个团结的故事有听过吗 这是一片一片的竹片 高低的 不一样的竹片的 这个高度 高度不一样 高低不一样的竹片 我要把它 圈起来 绑起来变成一个木桶 OK 我要怎么样做 这个木桶才可以装最多的水 OK 通常一般上我们这样一看 关键在哪里 在八号 对不对啊 为什么一八号形成那个木桶的高度 是不是啊 因为它是最低 最低一点 所以很简单 把八号 拿掉 OK 因为它发现到 装的水更少 为什么 因为它的直径变小了 因为少了一片 所以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什么呢 最好的方法是 你把最高的那一片 切出来 补在八号那一边 然后补来补去 补来补去 把全部弄平 我笑到这样的 把全部弄平 然后圈起来 它可以装最多的水 OK 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一个组织 不是可以靠单一 一个人能力很强 就可以了 你要 真正好的组织 是要 以长补短 并不是你这样 能够指责一个人的短处出来 你就是很厉害的人 不是的 如果每个人都厉害 他还需要你来做领导人吗 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 用人 我们懂得怎样 把人摆在对的地方 他短 不过他有他的长的地方 听起来有点 成人的东西 对啊 对啊 长处和短处 对不对 怎样利用他的长处 以前一些下线 斤斤计较 对不对啊 做少少拿多多 想要 什么东西依赖你 什么东西叫你帮他做 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有这样的下线 因为一般人性都是这样嘛 对不对啊 不过这个人呢 很喜欢搞关系 很喜欢 不管人要怎样骂 无所谓 兄弟啊 跟这个也好 跟那个也好 他就在组织里面 帮我做补的动作 有时我在吊这个下线 吊得很凶的时候 骂骂骂骂骂得很凶的时候 打给他 帮我补一下 这个动作要做 对不对啊 我们不可以骂了过后 不算了 不可以 我们要找人家补的 当场补 这样的人就 展示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不是啊 把他摆在对的位置 让他发挥 他的长处 然后他做了过后 赞美他 哇 这个我真的不够你来 这一方面 你真的是 专家 哇 你这方面的 这个是性格 我真的 他是太好了 哇 他又觉得 你把他摆在那边 还不用紧 你还 表扬他 他就会一直 进步 他那个地方 他就变成关系王 在组织里面的关系王 懂吗 为什么 因为是我们摆给他的 是一个领导人 把他摆在对的位置 他就变成很有用处 在组织里面 了解吗 他组织全部推给你带 带就带咯 有什么问题 他就是 缺乏这个 所以我的存在 才有东西做 是吧 当我们 以这样的角度 来想的时候 团队有可能不大 团队有可能会觉得 他这边 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领导人 要有这样的慧眼 知道 他应该被摆在什么位置 而不是 要每一个人完美 每一个人都全方位 有没有可能 你不可以这样强势 当你一这样强势的时候 当一些有能力来 能力的人来的时候 他就会被排斥 他就觉得没有逻辑 没有道理 就会产生冲突了 所以不可以太强势 有时候带组织 我们要懂得 有时候打太极这样 快的时候我们慢 他慢的时候我们快 来来去去 有时软有时硬 有时软有时硬 要看情况 不可以一味地这样硬下去 或者一味地软下去 不可以 要去拿捏那个肚 这很重要 那么如何建立组织呢 我以一个 如果刚刚开始 我刚刚开始 开新线 开一个新的组织 在一个可能新的地点 没有我其他的组织员的 我开了一个新线 比如说 我们这样来看 比如说这是你 那么你开了一个 一个人 就是你推荐到一个人 从早到现在 我都有讲到这句话 当你一推荐到一个人 你就有责任了 今天我都不会乱乱推荐人了 我推荐人的时候 我承诺出去的东西 我就必须要去完成了 而不是说 我推荐一大堆 然后死掉也无所谓 要他这一次的业绩可以 我们不可以这样 所以你就是 必须要把自己本身 定位在领导人 什么是领导人 过去十五年 我都是这样的见解 第一 以身作者 第二 愈强愈强 这是我的见解 个人的看法 它里面包含很大的东西 以身作者 他做得到我要去做 他做之前 我要去完成 我要示范给他们看 这是我以领导人的定义 对我自己本身来讲 什么东西都不用谈 我先做了再说 一定是自己本身先站出来了 身先士足 你一定要 这是我给我自己本身的看法标准 然后愈强愈强 对 很好 那么就可以这样 最终最后的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能够服众嘛 是不是啊 人家觉得 哇 你可以 你跑掉 你做得到 跑掉 做大还不用紧 还当做很没事这样 无所谓 哇 服众 对不对啊 怎么是服众 怎么是服众 怎么解释服众呢 其实最终最后 它是达到 什么 它是拥有怎样的能力 什么是服众 它能够服众 就是它有什么能力 什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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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最终最后 我们每一个人要迈向 要去练习的地方 那就是影响力 这就是最重要的三个字 在哲笑里面 你能够这样 轻描淡写的 就可以影响到一个人 你能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一个眼神 可以影响一个人 它需要累积 它需要去证明 它需要做很多很多东西 里面包括 你要以身作者 你要越强越强 最终最后你能服众 慢慢 你就因为你有这样的影响力了 影响力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把它包在文字上 到底要怎样才可以 对一个人有一定的影响力 有些人可以服 可以让千军万马服 回到家里 他儿子不服 这样影响力到底 不是他没有影响力 他有 这样很多时候 是什么东西导致 别人会在外面 他可以影响到 而自己本身 靠近的人影响不到 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听到了 这两个字 如何拿捏 如何保持 那个距离 所以我说 一开始我就讲 你不断推荐人 不断推荐人 里面的距离 错综复杂 有些很靠近 有些很认识 有些很远 有些什么 乱七八糟 哇 问题很大 问题就很大 所以组织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 你要对那个人 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你要能够 保持这样的距离 为什么 要能够保持 这样的距离呢 因为距离就会产生 姿态 你的姿态 所以我们每次讲 姿态很重要 姿态很重要 我们要去建立姿态 什么是建立姿态 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 那么要怎么建立一个 领导人应有的姿态 这边有几个点 你们可以自己本身 放一些例子进去 所以你一看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很多人 你也听过 不过要整理它 那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 把这些想出来 虽然每天都在做 不过你要把它全部 完整地想出来 真的是要命 都需要你们的一点鼓励 其实是怕你们睡觉 因为这个很重要 刚刚在睡觉说 有人拍手睡醒了 这个时候看到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 不能让主员感觉你在依赖他 非常重要 所以是第一条 当再好的主员 能力再强 态度再好 在你的组织里面的那个主员 如果你让他感觉到一丁点 你在依赖他 他就不服你 对不对 他就会往上 他跟你的关系就不好 很奇怪了 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不能做的事情 你不能让他感觉 你在依赖他 任何一丁点的感觉都不可以 OK 就是说你会 为了冲你自己本身的阶级 你说你一定要做到 因为我要中 你要做到我要中 完蛋 你一讲这句话完蛋了 不可以的 你要更有技巧的去讲 用其他方式 你要这样 用更有技巧的方式 可能用别人的嘴巴讲 而那个A要足够大A 才可以 压得住他的那种大A 或者用其他更高明的技巧 绝对不可以用求的方式 来让他感觉到你在依赖他 完蛋 第二个不能做的事情 我们讲 不能在下线面前埋怨 示弱或者倾诉自己本身的问题 不管这什么问题 组织问题也好 家里的问题也好 你不能在主员面前示弱 倾诉 我最近很辛苦 我做到很辛苦你知道吗 好朋友 下线是好朋友 不过过一下子 你会发现到 你要影响他很难了 明白 因为你在他面前示弱了 既然你在他面前这么弱 他会有什么福利 对不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不能做的事情 不能一味地讨好 为什么你们出一个拍一个 你们不会出到完了才拍呢 我看你们一出来就 一出来就 我管他是谁 我管他多厉害 你不能这样一昧地讨好 赞美是对 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说我肯定赞美他 不过不是一昧地这样 想要讨好他 想要去帮他做这个 想要帮他做那个 不可以的 那个距离就完蛋了 你就很难影响到他 你要真的注意听 因为我在讲你 因为一个无知的人 不知道他自己本身是无知的 你懂吗 你不要以为我来讲别人 你不要看别人 你懂吗 不要因为他 你看他你看他 怎么办还讲你 其实我来讲你 不能跟组织的人 有任何金钱纠纷 或者感情纠纷 你在下线面前一脱裤子 完蛋了 还有距离吗 没有距离 你跟下线借钱 你欠他钱 还有距离吗 完蛋 没有姿态了 完全没姿态了 OK 所以不能有金钱纠纷 和感情纠纷 不能被 哇 两个一起出来的 这个animation还没做好 最后两个 不能被挑战底线 和不能讲太多 OK 不能被挑战 你的底线 或者说不能没底线的 被挑战尊严 还没来之前 差不多要来了 你要出态度了 你的态度马上就要出来 不怕得罪 不怕得罪人 甚至站起来就离开 马上打电话 去补 听得懂吗 有听到去补这两个字吗 我不怕这一刻 跟他 给他看态度 我都要保持我这个姿态 要是没有姿态更惨 他留住更惨了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 很关键的一个点 不能被挑战尊严 你要 说attitude 然后打电话 去补 找适当的人去补 然后这样 然后最后一个 不能讲太多 很啰嗦 你懂吗 很啰嗦 他不讲重点 一个领导人 有姿态领导人 他会跟你讲这么多吗 他不会跟你讲这么多 尤其讲负面 你看 有时我们是需要说 把这个关系拉靠近 有时候 对吧 有时要把这个距离拉靠近 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组员 不同组员 他的身份不一样 有些我要把它拉到 比较重要的位置来 他把你的角色 比较重要的时候 我需要把他的距离 拉靠近的时候 有时会讲一些 带负面的东西 距离就靠近 对不对 我们拿捏那个地方 不过很多人 他不懂得拿捏这个东西 他用负面的东西 来把这个距离拉靠近 才讲他要讲的东西 太迟了 人家已经不爽了 人家已经 觉得 你没什么了 他可能要博同情 博什么 他讲负面的东西 讲太多 你要把这个距离拉靠近 除了讲负面的 还有一千万种方法 你可以开销点 你可以 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把这个距离拉靠近 不过 一个领导人 他不会在那边一直 一直讲的 对不对 这样就没有什么 领导人的姿态 对吧 直接讲重点 有时候 所以不能 讲太多 这些就是能够保持一个领导人的距离 还有没有 如果还有你们可以加进去 谁谈这一场 打头 打头 OK 所以好了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人了 你有第一个人了 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 我不会把他一直待在身边的 我会让他 我会让他 是不是这个餐啊 餐家的餐嘛 对不对 餐嘛 餐在一起 你们拿到这个赛的时候 帮我改一下 谢谢 餐别人 跟别人餐在一起 有可能你的位置太高 比如说 我是公司的最高阶 然后这个新人 我不会让他 因为我餐的人 都是高阶的人 我不能让他直接去餐高阶的 对不对 我就让他餐 跟他高他一点点的 积极的 当然你可以选他餐谁的 对不对 有时介绍他给一个人 坐下来喝杯咖啡 他们聊天的时候 站起来借过离开 开一个话题 然后借过离开 他们开始聊 在这边他们就开始有 有什么 朋友 在里面有朋友重要不重要 你看啊 当你推荐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有一段时间 他是没组织的 有没有可能 他是没下线的 或者说他有可能 close out sales 他有可能成交到一些业绩 不过他有可能没有一些活跃的 积极的线 当他没有的时候 你懂他是什么情况吗 他的情况就好像这样 这是地面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那个拉钢 那个是拉钢 那么他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没有线 他下面没有活跃的线的时候 他是这样掉着的 我想问你们 他能掉多久 掉不久嘛 是不是啊 他在撑着 撑撑撑撑撑 有可能他有力 可以撑久一点点 所以这个时候 最有线成的是什么 就是他要参别人 你必须要把他参别人 他有这些朋友 他有这些朋友的时候 我把他称作为 氧气线 我把他称作为氧气线 什么是氧气线 它跟下线不一样 氧气线就是 他能够帮你撑久一点 他帮你抓住 一只手 让你没有 不用这么喘啊 就是说 他还可以撑久一点 这边还有朋友啊 越多氧气线 就是越多人去 帮助他抓住 还有十个 只有十个人帮他抓住 他就要掉都没这么容易 对不对 有可能他放手 他都不会掉下去 他都随时会回来 有这样的概念吗 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这一个一定要参别 当开始有组织了 有第一条线出来了 他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 当一条活跃的线出来了 他的一只脚就好像踩在一个木砖上 那么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 不过还是有一点 一只还是有一点危险吧 对不对 手还是多多少少要出一点力 第二条线进来了 比较稳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要在 短时间内 你要知道 你心里要知道 你不要以为 这个时刻看他很积极 你就以为他死不了 你要知道他如果没有线 他是这样的状态 随时都会崩溃的 随时都会消失不见的 随时都会变负面的 所以你要很敏感 很小心 很清楚知道 有可能你在别的地方 你在外地 你都要心挂这些人 知道他现在处在什么状态 有可能他不但 不是两只手 他不但是一只手 还是在一只手指 在挂住 要死了 是不是 那么两条线就这样 如果有六条线 他可以在上面跳舞了 对不对 他就很 收放自如 那个时候 关系做好好 关系做好好 那个时候 要死都难了 是不是 要死都不容易 只要关系做得好 那么当开始 有更大的组织的时候 组织开始出来了 要参一起 刚开始都要这样 参在一起 我说参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每天抱住一起 不是 他还是要参着别人的 不过多多少少 你要参在一起 让彼此说 是认识的 为什么要这样 当然里面的互动 是要是积极正面的 这个后面我会讲 不过里面的互动 肯定是要积极正面的 废话 然后里面就会产生一些 竞争 这个是接下来会讲 他要参在一起 参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呢 可能还没讲之前 我先讲一句话 很重要的 听好 建立组织不是一份工作 他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 你不要说 而来立组织的一份工作 来立织的一份工作 见一件组员 谈谈一下 时间到了 他们做他们的 我做我的 我去找我的朋友 我去找我的家人 我去做我外面的事情 我下班了 不是的 如果你是这样 以这样的关系 就好像建立在 利益上 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组织关系 它只是建立在利益上 而关系不能只是建立在利益上 不能只是建立在产品好上 不能只是建立在公司很好吃上 不可以 关系必须要 跟你的关系要好 你们必须好像朋友这样 甚至是好朋友 赚吃的 是不是啊 你必须好像当他是好朋友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参与一起 比如说 没有下班时间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去夜市 我要挂夜市 打给一个下线 走 挂夜市 好朋友你都会 你都会揪嘛 是不是啊 你都会糟蹋的嘛 然后叫汉的时候 你跟一个螃蟹的下线 也不是螃蟹的下线 就是汉的一个螃蟹的 就是你的下线 关系关系也不错 走 夜市一起去 他也有去 三个人一起去观夜市 观夜市一起在那边吃虾 吃香肠 蹲在路边吃香肠 这是一个 建立关系的一个 很好的动作 非正式会议 是不是啊 其实大部分都要做这个事情 不谈公事 就坐在那边这样 还是保持很积极正面 没有买愿 没有什么 不就是 好东西 或者好玩的东西 我们会分享 听得懂吗 到今天我都在做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好了 然后一个关键 组织开始越来越大了 人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再继续带下去 你一个人可以管多少人 你不可能去个夜市 带28个人 他们人家警察做案里嘛 对不对啊 你黑社会 是不是啊 所以组织里面 就会出现一些 跟你比较合得来的 对吧 好 比如说 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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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比较合得来 比较积极 哎 比较配合 容易配合的 这些我把它叫做什么呢 我把它叫做你的组织前线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你要建立一个大组织 首先必须要把这个前线弄稳 你的前线 它也叫做你的第一道防线 这些人会来保护你 下面的人要来上来攻击你的时候 这些人会站出来弄 你知道我的 在reway这个组织的前线 有多厚吗 厚不厚 要来到我这边 难啊 对不对啊 多少人站出来 你不要开玩笑 是不是啊 来阻止你 为什么会这样 前线 很稳 前线 从一开始 从我建立组织 还没有多过十个人的时候 我就在做这个前线 把这个前线做给它稳 跟我的关系贴 对我的 跟我的距离保持很对 我的姿态很高 没有犯任何的错误的 一直摆在很高的姿态之上 高一点点 它也越不过 一直都是心服口服的 一直都是以身作折的 越强越强的 没有让它失望过的 然后前线就一直越来越稳 然后一直越来越多 就一直一直在更换 根据组织的情况 一直在更换 它不可能15年前的那个前线 跟今天的一样吗 对不对啊 不一样 因为组织在变嘛 所以组织 就是你在做的是什么 你在顾着的 其实就是你的前线 你根本顾不了整个组织 我有办法顾过全部吗 没有可能嘛 对不对啊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 前线不代表是你的直推 听好了 所以我刚才 我今天放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们要去误设 你自己本身的 然后我们讲投资在人 投资在人 到底什么是投资在人 除了我们说 做会议 我们出钱以外 有时给一些奖励 讲一些什么 放在哪里 前线 因为只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你的大主才会存在 你们听得懂吗 而不是说 他都这么久了 他也不是没赚钱 你要珍惜啊 你要珍惜啊 今天你的一个大主 绝对不是因为你一个人啊 有些前线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 有可能他现在一只手 这样挂着而已哦 你要够敏感啊 随时有可能死掉 不是死掉的意思 就是说有可能阵亡 不是阵亡的意思 有可能离开组织 你要认清你这个前线 会在support你的 所以投资在人 投资在组织 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前线 所以很多人很像 一般人的性格 都是这样 喜心厌旧 可能 正常吗 人性就是这样 喜心厌旧 这个他就 哎呀 他都已经在这边这么久了 就嫌他说 会觉得说 就不珍惜他了 一看到新的 好像比较厉害的 就去 好像说 想要找人代替掉 那很不好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珍惜他 你的组织才会越来越大 这些都是建立组织的其中 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 各位有听到吗 再继续下来 把前线搞好了 你的组织越来越大了 要怎样给他更大 你要 他的大 他的量 到底跟什么有关系 除了前线以外 跟什么有关系 活动啊 不是不是活动 绝对不是活动 跟这个有关系 我每次讲的 主持有多大 是看你能容纳多大 看你啊 能够容纳多大 里面 所以这个跟 两个字很重要 刚才有讲过的 配合两个字 配合 有些人 某一种类型的人 他不能配合 不听话 不能配合 有没有听过 他要听话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为什么有些人 他带出来的是领导人 有些人带出来的是跟班 对吧 你来带 他带成跟班 我来带 他带成领导人 你相信吗 所以跟那个人是无关的 你懂吗 跟你的 主持 带人有关 你怎么看待他 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 主持要无止境地这样 他不可能叫无止境地这样 成长下去的 里面错综复杂的关系 很多时候 都有很多矛盾 很多不平衡 很多的东西 你要做一些牺牲 你要做一些对的决策 来缓解掉那些不平衡 不平衡 不平衡 来保持这样的一个组织 战战兢兢啊 好像站在冰上面这样啊 如履薄冰 为什么 人啊 你知道要怎么才可以学会吗 最好 最快的方法 要不要知道 组织倒多几次 同意吗 同意 粉身碎骨 没人埋怨的时候 你开始反省 原来如此 原来一切都是 我 一切都是我 一切都是自己 要讲 所以 这个很重要 所以建立主持是这样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 要去补充 所以你们自己看这半 不过重点 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我都有讲出来 OK 再一个主题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当有主持过后谈的主题 就是 如何提供 我跟着一个主题